城南招标我本是最有利的竞标者之一 可竞标当日对家巨博集团 忽然指责我抄袭他们的标书 只因为巨博集团是老牌企业 主办方就笃定我通过不正当手段 偷了他家的标书 我不死心上诉请求核查 却发现两家的竞标书竟连标点符号都一致 对方甚至比我提前半天提交标书 被拾锤后我不仅被取消竞标资格 投资者也纷纷撤资 公司资金链断裂 女友选择分手 员工们竞相上门讨要赔偿 慌乱间不知是谁推散了我一下 我从走廊重重坠下楼 一阵巨痛传来随后一时消失不见 再睁眼我看着手中才完成了一半的竞标书 心头浮上了深深的恐惧 我呆坐在办公室里愣愣地看着手里的文件 这不是上辈子害我身败名列的城南竞标文件吗 怎么又回到了我的手里了 上辈子我挑灯夜战 连着熬了两个星期的大夜 才将这份完美无缺的竞标文书弄好 可当我信心满满地带他去参加招标会时 却被主办方告知 我的方案涉嫌抄袭已被取消资格 可这方案的每一笔每一话 都是我偶心力血写出来的 又怎么会是抄袭的呢 他们并不听我解释 直接将我赶出了会场 巨波集团的大少爷陈海星 从始至终冷眼旁观 末了不忘凭上一句 头子再怎么抄也替代不了郑主 就是这句话将我推上了风头浪尖 后来我才知道正是陈海星 比我早半天 拿出了份跟我一模一样的竞标书 这才让主办方判定我抄袭 可是这怎么可能 我为了写竞标书熬了将近一个月 校都睡不好更别说跑去巨波 集团抄他陈海星的竞标书了 可我们俩的竞标书 连标点符号都一模一样 我无力争辩 工作人员冷冷地看着我 本来抄袭这个事情就不光彩 你还弄得这么光明正大这下 谁也保不了你 你要是失去的话就赶紧离开 不然严肃处理起来 你可是要坐牢的 思绪收回我闭上了眼 就是这份凝结了我心血的竞标书 最终夺走了我的名誉 我必须搞清楚 这世界上竟然真有如此巧合的事情吗 还是说这其中有人捣鬼 我虽然最后是采线交的竞标书 但我完成的时间线要更早一点 当天早上我卡点完成之后 直接在休息室里倒头就睡 支补了三个小时觉 我就匆匆赶去主办方提交标书 所以很可能是这期间初的问题 只是笔试办公室中 只我一人门窗也是锁好的 陈海鑫是神仙不成 我才写好他就能神不知鬼不觉 递偷走了我的竞标书 我仔细检查着我的电脑和打印机 每回我打印文件时 都会将历史记录清除干净 这份竞标书全程由我一人完成 并没有第二个人经手 就连对我的女朋友安智逸 我也是严防死守 不让他碰我的电脑 所以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思来想去实在是找不到哪里出了纰漏 我干脆不想了 直接把办公室里 所有跟竞标有关的文件全部带走 这段时间我要在家里弄文件 我倒要看看 谁还能隔空抄了我的文件不成 有了上一世的经验 这一次我的进度快了不少 不到三天我就已经完成了大半 此时距离竞标 还有足足一周的时间 时间十分充裕 我伸了个懒腰 准备出去走走 放松放松心情 可当我打开朋友圈时 却意外发现了一个扎眼的人 陈海鑫 发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朋友圈 堂逼当车不知好歹 某些人还是想不明白一个道理 偷来的始终不是你的 正一有所指的话 一下就触动了我的回忆 我看着陈海鑫的配图 打开的竞标文件被打了马 但一看左下角的字数和页数 和我的似乎一模一样 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 后脑也开始一阵阵发麻发紧 难道从这么早的时候开始 陈海鑫就已经在抄我的竞标书了吗 可 我回头看着静静躺在我桌面上的竞标书 那东西从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 它到底是什么时候偷走的 我心里一紧赶忙继续翻陈海鑫的朋友圈 底下还有共有评论 谁呀这么不长眼敢抄陈大哨的东西 陈海鑫一有所指的在下面回复 一个小小的创业公司罢了 小猫两三只也敢接下城南这么大的招标案 这话一出所有人心里都有了数 陈海鑫虽然没有指名道姓 但这次构格参加城南招标的公司本就不多 再加上大部分竞标者都是来自于大公司大集团 陈海鑫所说的小猫两三只的创业公司 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创办的天成 果不其然再往下翻 已经有人在指名道姓的骂了 什么玩意儿那天成是个什么东西 也敢抄你巨博集团的方案 他是不想活了吧 哈哈 巨博集团财大气粗用的预算也是挺高的 小公司但凡敢随便抄陈少的标书 怕是得赔得血本无归 搞笑我记得天成就只是一个 普通的985草根毕业生开的 没背景又没人卖 全靠技术 能活到现在已经了不得了 看来也是江郎财经了 谁知道他之前的技术是不是他自己的 说不定一直以来都是抄的呢 干脆直接报警把人抓进去得了 给他小子一点教训 这些触目惊心的共有评论丝毫没有避讳我 仿佛他们也笃定了我就是抄袭的 我皱眉退出了朋友圈实在是想不明白 上辈子出于某种我还没查明的原因 导致我做的方案泄露 这辈子我都已经躲在家里写方案 不出去见人了对方为什么还能抄走我的标书 我挠了脑脑袋后脑发麻发紧的感觉愈发强烈 心中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是谁在背后监视着我 思来想去我还是让人帮 我检查了下办公室里的线路 看看有没有监控摄像头或者窃听器 当然我自己也没有闲着 抄起桌上的笔记本电脑直奔电脑城 半小时之后师父皱眉道你这电脑没问题啊 你为什么觉得有人在监控你的电脑呢 我张了张嘴总觉得这件事情太过玄乎 说出来会被人当作神经病 最后只是笑笑 最近工作压力大总是疑神疑鬼的 师父点头表示理解 没事兄弟你这电脑挺好的 没有中病毒也没有被人安装监控软件 一点毛病没有啊你如果实在担心 我给你把摄像头拆了也行 我摆了白手不用不用谢谢你 随即带着电脑离开回去的路上 我默默思考着 以陈海兴那运筹帷幄的语气 他肯定已经完全复刻了我的标书 而且恐怕就算我提前去交标书 也不一定有陈海兴的动作快 所以参加这次竞标 我有很大的可能性重蹈覆辙 现在便是权衡利弊的时刻 参加这次竞标如果能通过的话 我确实能够把天诚的名声打出去 甚至一跃成为行业的新独角兽 可代价是得罪一众老牌公司 放在上辈子我还是那个 天不怕地不怕的我自己 可后面发生的事 让我不得不怀疑这背后有黑幕 我承认我是贪财 为了钱我可以做很多事情 只要不违法 但我更心灵失去这次竞标机会 我确实可能会少赚一大笔钱 甚至是失去扬名利万的机会 但却可以保住我的小命 这两者孰轻孰众 一目了然 只是陈海鑫究竟是用什么 手段抄走了我的竞标书 我以后难道都要受制于人 不能随意竞标了吗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不明朗 我叹了口气 这次的竞标还是停了吧 我默默地将桌面上纳粉 还没有写完的竞标书 拖进了回收站随后彻底关机 看来我需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等这次事的风头过去了 再去查清楚到底什么情况 接下来两天 我又开始暗示去公司 检查之前的工作有无疏漏 顺便观察着那些上辈子 带头闹事的员工们 他们其实也是偷走我的竞标书的 重大嫌疑人之一 可观察了两天 却依旧没什么进展 所有人一切如常 直到第三天 本该在护士实习的女友 突然来到了公司 执意要进办公室找我 我看到她时 既惊讶又有些心酸 上辈子因为抄袭的事情 我几乎身败名裂 债务如山倒 我自觉给不了 安知一更好的生活 所以跟她提出了分手 对方嘴上说着惋惜的话 实则转身就走 决绝无比 我总觉得这其中有什么蹊跷 但她在公司里的时间并不长 偷竞标书的可能性不大 所以我心里更愿意相信 她是无辜的 我冲她笑了笑 知一你怎么回来了 安知一快步走近 一看我的电脑都没开 顿时面色微变 天辰你不是告诉我 你在准备成男的竞标吗 时间都快到了 你咋还不着急啊 听她这么一说 我心里猛的一突 难道她真的跟竞标书 被盗的是有关系 我面上神色不改淡淡到 遇到了点难题 不想弄了安知一的声音 一下提高了几个度 你怎么能不弄呢 我眼睛微眠安 知一意识到自己的态度不对 赶紧调整情绪 我知道成男计划 你投入了很多心血 想必现在进度已经过半了 就差临门一脚 为什么要在这个结果眼上放弃 难道你要当逃兵吗 她说的义正言辞 张天成我对你真是太失望了 你可从来不是会临阵脱逃的人啊 我看着她 对方刚才这番话 让我十分笃定 对方肯定跟我的竞标书 背道这件事有关 但现在还不能打草惊蛇 我故作感动 我只是这些天压力太大了 你也知道 我要跟那么多大型企业竞争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赢 我怕我输得很难看 听到这话 安知一松了口气 她坐到我身边 拍着我的肩膀低声安抚着 怕什么 输了也不丢人 那些富二代 一出生就在终点线上 你现在能跟人家 在一条起跑线上 就已经很厉害了这番话 温柔又贴心 要不是发生了上辈子那些事 和听了她刚才那番发言 我还真要以为 安知一是个 彻头彻尾的好女人 我故作感动地 开了下眼角 你也觉得 我继续参加这个竞标比较好 安知一郑重地点了点头 对你必须参加 证明自己 好 那我听你的 我像是找回了主心骨 重新开始了工作 实际上 心里已经开始 推理起了背后的事 安知一应该是跟陈海星 有着不清不楚的联系 对方不知道 通过什么途径 能够一比一 复刻我的竞标文书 一旦我这边停下进度了 他那边就卡住了 我停手的时候 距离最后期限 还有一周时间 而我才搁置了两天 陈海星就迫不及待地 派安知一来催我 说明对方能 实时看到我这边的进度 这就是为什么 上辈子 他能比我还要更早 提交标书 哪怕我完成的当时 立马从城郊打车去现场 也绝没有住在市中心 有着私人直升机航线的 陈海星动作快 这是个死局 这让我越想越觉得可怕 又让我生起了 隐秘的报复心 与此同时 还有一股难言的愤怒 安知一 他明知道这样做 会害得我身败名裂 害得我这几年来的努力 功亏一篑 害得我可能家破人亡 流离失所 但他依旧选择了 帮助陈海星 这女人敢这么对我 我绝不会让他好过 接下来的四天 我足不出户 几乎是卡线到最后一刻 才交上了 竞标书工作人员 收到文件时 还有些惊讶 怎么今年有两家 把时间卡得这么死的 我笑了笑 别人压线的原因 我不知道 我是实在能力有限 这次来就是陪着大佬们 走个过场的 看我心态这么好 工作人员忍不住 多看了我两眼 没事 你们公司才刚起步以后 会有机会的 相信你 谢谢我迈步离开竞标会场 分明看见墙角 有一道倩影一闪而过 我眼睛微眯 没有深究 好戏要开场了 竞标当日 女友就像上一次一样 专门请了假 千里迢迢从 护士回来 陪我一同参加竞标 当时我只觉得感动 现在一想 对方只不过是别有用心 他只是想确认 到最后一刻 亲眼看着我身败名列罢了 安之意 今天穿了一身 小香风的礼服 画了精致的妆容 手里捧着花脸上 满是笑意 就是不知道这个笑意 是对我的 还是对别人的 一看到我 他就捧着花凑过来 今天有没有信心 我没点头 也没摇头 直到尽力而为吧 又来了 我相信你一定行 别气馁加油 我笑了笑 从兜里掏出了一个小锦盒 这是我给你买的礼物 上次过来 我看你身上穿的戴的毒气了 唯独少一个胸针 这是我花八万买的 具体是什么宝石 我也忘了 你自己看吧 安之意一听到 这个胸针价值八万 顿时眼睛都亮了 他迫不及待地接过盒子 打开一看 一颗硕大的水蓝色 宝石胸针 就这么静静地躺在里面 他顿时喜笑颜开 谢谢亲爱的爱你 我笑笑 亲手给他戴上了胸针 还多亏了你给了我勇气 我才能重新开始 如果金标成功了 我再给你发一个大红包 听到这话 安之意的态度 瞬间变得有些敷衍 嗯好的 我眼睛微眯看来 他这是 笃定我不可能通过金标了 我不动声色地坐在位置上 安之意就在我身旁 东张希望 仿佛在找什么人 我只装看不到默默地等着 直到外头传来一阵 嘈杂的人声 不知是谁喊了一句 去播集团的人来了 这话一出 在场所有人都 齐齐看向了门口 就连安之意也不例外 我眼睛微眯 只见陈海星 带着七八个下属 大摇大摆地从门口进来 一进门 他点点头 就当是跟大家打了招呼了 唯有目光落在我身上的时候 陈海星露出了一副 轻蔑的神情 他这态度过于明显 在场所有人都察觉到了不对 有人开始窃窃私语 那个该不会就是 抄袭陈大少的人吧 对对 我都听说了 记得陈大少 当晚就发朋友圈对他 他怎么好意思 继续来参加竞标的 面对这些议论声 我毫不在意 我偏头一看 安置意的目光在陈海星身上 久久没收回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俩是情侣 换做以往 我肯定会吃醋地将人转回来 而此时的我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又何必再追问 竞标会很快就开始 在主办方的主持下 一家接一家的公司 上去阐述自己的竞标计划 到了巨博公司的时候 陈海星大摇大摆地从我面前路过 还不忘冲我冷哼一声 我心中也有些忐忑 不知道这一事 他的方案是否还跟我的一模一样 不过一样也没关系 我故意修改过竞标书 要是真一样 陈海星可就得遭老罪了 陈海星打开带来的PPT 大屏幕上的数据一出 我顿时从头梁到脚 果然 这熟悉的PPT 正是我做出来的 这一事 对方仍旧通过了 我无法察觉的手段 偷走了我的竞标书 难道不论如何 我都摆脱不了对方的监视吗 以后呢 以后我都不能参与竞标了吗 看我这个反应 安置意的唇角勾起一抹 不易察觉的冷笑 陈海星大大方方的论述着自己的竞标方案 举手投足间自信无比 主办方皱眉 这么点预算 对于巨博集团来说 会不会过于冒险了一点 陈海星拍着胸脯保证 放心 我已经找精算师核算过了 这个数据完全可以完成贵司的指标 好 我们会考虑的 下一位 天成公司 听到这话 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我的身上 就连女友也不例外 她的眼神之中带着三分期待 两分讥讽 还有五分若无其事 分明是在期待我出球 装得可真相 陈海星也挑衅地看来 她冲我做着嘴型 抄袭我 主办方皱眉 天成公司 快点上来 后面还有很多公司 安之一也低声道 天成 你还愣着干吗 快上去啊 一片寂静之中 我分明听见了一句嘲讽 催她也没用 巨博集团比她先上 她抄的标书不能当中奖了 哈哈 主办方环顾一周 神情严肃 诸位都是来竞标的 在没有证据时 不能随意污蔑 其他公司抄袭 在由此现象 我就要代表我司 取消诸位的竞标资格了 很显然 主办方也是看过 陈海星的朋友圈的 我整理了下情绪 缓步走上台 点开了我制作的PPT 众人抬头一看 顿时目瞪口呆 只见我的PPT一片空白 没有半个文字 也没有半个数字 主办方眉头一皱 天成公司 你这是在做什么 你的PPT呢 我笑了 这就是我提交上来的竞标案 你是来捣乱的吗 下去 主办方怒了 亏他刚才还帮着说话 没想到是个绣花枕头 我连嘴一笑 轻者自轻 有些事不需要额外解释 我张天成不屑于搞那些小手段 请某些人不要尚赶着过来碰瓷 谢谢 这话一出 全场寂静 是个人都听得出来 我这句话在故意针对陈海兴 陈海兴冷笑一声 钱驴既穷罢了 有时间在这里放大话 还不赶紧滚出去 破坏会场秩序 可以剥夺你以后的竞标资格 你明白吗 我耸了耸肩 拿走了我的入盘 静止离开 今天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这便够了 其他的以后再说 安芝毅在原地呆愣地看着我的背影 没有选择跟上来 我也没有叫他 一周后 主办方公布了竞标结果 当选的果不其然就是巨波集团 主办方本就偏向巨波集团这样的大公司 老牌公司 毕竟他们实力强劲 再加上陈海兴开出了一个 他们没法拒绝的价格 自然迫不及待地去找对方合作了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陈海兴拿到的竞标书 是被我做了手脚的 不是我自夸 我这人别的本事没有 唯独在摆弄数据上很有经验 所以当知道对方能够掌握我一切的行踪时 我的第一反应便是在数据上动手脚 哪怕对方请了精算师也没用 毕竟有些额外的项目开销 是从未经手过这个项目的精算师想不到的 陈海兴 这可是你惹我的 你可要接住了 此时我正在电脑前要试着软件 伴随着刺辣刺辣的电流声 很快 一道熟悉的声音就传了出来 你这次做得不错 说吧 想要多少钱 这是陈海兴的声音 我放在安芝一那的胸针起作用了 随后传来的便是安芝一的声音 他语气缠媚 说什么钱不钱的 为陈大少做事还要钱吗 听到这话 陈海兴很满意 不错 我就欣赏你这种实实物的人 以后你也别跟着那个没前途的穷光蛋了 就跟着我吧 你知道为什么他会突然放弃竞标吗 肯定是看到我的PPT之后怕了 怕我说他抄袭 所以不敢跟老子硬碰硬 哈哈哈哈 等完成这次城南项目 我就会成为陈家继承人 到时候荣华富贵唾手可得 安芝一复合地笑了几声 开口问道 那你之前吓在他身上的东西 怎么办 东西 什么东西 我眉头一皱 直觉不对 陈海兴冷笑一声 那东西就留给他慢慢享用 到此为止 听到这话 我顿时从后心量到了头顶 什么东西 他们在我身上下了什么东西吗 一股密密麻麻的疼痛 从我的后脑勺攀升而起 像是有什么揪着我的头皮 在细细地啃咬 这感觉很熟悉 这一个多月来始终跟随着我 起初我只是觉得太累了 后面又觉得是精神压力太大 导致的偏头痛 原来是陈海兴在我身上动了手脚 我心知大事不妙 也顾不上继续窃听两人的对话 赶忙掏出手机 打电话给了我的发小彪子 我跟彪子是一个村里长大的 他当初学习成绩一般 但经历比较离奇 年仅八岁 彪子就被路过的老道捡走了 老道是说彪子天赋一禀 非要带他上山修道 正巧这小子也没有什么学习的心 老道是手指一勾 他立马就跟人走了 听说现在已经在道观里混到了紫袍 算是师叔祖一样的人物 能力自然是有一点的 我这电话一拨过去 那头就立马接起 而此时距离我知道身上有东西 也才过了半分钟而已 可现在的我就已经汗透了满背 眼前阵阵发黑 我听见那头传来了彪子的声音 喂 老张 你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 我这刚做完早课 我咬牙从齿缝里挤出一句话 救 救我 我中邪了 什么 你说清楚 中的是什么东西 彪子换了一句 这才发现了不对劲 电话那头的呼吸声越来越重 却再也没有人应答 老张 老张 你昏过去了是吗 我确实是昏过去了 迷迷糊糊之间 我仿佛听见了电话那头传来的破风声 随后眼前一道金光闪过 身上立马松快了不少 意识也开始慢慢回笼 喂 听得贱骂老张 彪子的语气不再像开头那般轻快 反而变得十分严肃 你这边确实有东西 你发个地址给我 我亲自上门来看看 好 我这就发你微信上听彪子的语气 这件事情似乎麻烦了 但我知道这个时候不能慌 无论跟在我身上的这是什么东西 我都必须保持镇定 随时应对 时隔六小时 我就见到了彪子 他穿着一身藏青色的道袍 身后背着大大的登山包 一走路还会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刚从哪里 说了破烂回来 对方的眼神看起来依旧十分清澈 像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岁月没有在他脸上留下太多痕迹 反倒是给他带来了一股 超脱凡尘的气质 我好奇到 你不是已经是半老祖宗级别的人物了吗 怎么也没见你穿过紫袍 彪子翻了的白眼 紫袍那是工作服 做法式的时候才穿的 你还没死呢 我做什么法式 呸呸呸 真晦气 我赶紧将人引进来 彪子踏进门的一瞬间 我的背后就仿佛传来一声 微不可查的尖叫 随后那股密密麻麻的疼痛 再次涌了上来 彪子白眼一翻 老子都到这了 还敢造次 他直接抽出背后的铜钱剑 一剑打在了我的肩上 靠 好痛 你轻点 不痛没作用 忍着点 但那股被人揪着的感觉 猛低一下消失不见 我知道这是彪子帮了我 我长出了口气 谢了 兄弟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能解决吗 彪子扫了一眼 忍不住破口大骂 你上哪沾了的泰国来的小鬼 这东西邪乎的狠 倒不是多厉害 就是难缠 我摇头 我忙着创业 根本没有机会出国 哪里会沾上这东西 彪子眉头一皱 你是不是说别人护身符了 或者什么百件之类的东西 有没有 我这才反应过来 安芝一上两个月 不知跑哪里旅游回来 给我带回来了一尊陶瓷像 是个可爱的胖娃娃 他当时说的是 希望以后能跟我一起组建家庭 悠悠属于自己的胖娃娃 提前送我这个也算是讨个好彩头 我赶忙将那个胖娃娃找了出来 刚拿到彪子眼前 他就忍不住皱眉 你这东西一股黑气 你看不出来吗 我翻了个白眼 不好意思 我肉眼凡胎 没那个能力 彪子叹了口气 没说话 我巧声问 怎么 我是没救了吗 那倒不至于 瞧好吧 他说着 解下了背上的包裹 开始一样一样从里往外掏东西 阴阳镜 桃木剑 桃木尺 黄铜秤 一样样东西被他摆在了客厅里 将那个富有小鬼的胖娃娃摆剑 团团围住 我耳旁似乎再次出现了 那阵尖利的惨叫 客厅中央的瓷娃娃摆剑 也开始微微震惨 不知道的还以为哪里发生了地震 彪子嘴里念念有词 一边走一边在我家的地上 撒着莫名的红色液体 我看得头痛 然后他念完长长一串经文 眼中金光一闪 大喝一声 面 那次娃娃似乎尖叫了一声 随即从中裂开 碎成了两半 一股黑气消散在空气当中 我看得心惊肉跳 小声问道 弄死了吗 彪子皱眉 没有 我四处张望 那他现在在哪里 跑了 反正不在你家 这东西沾你身上 轻则影响你的气韵 控制你的精神 重的话可是要死人的 彪子从怀里摸出了张 用密封袋包好的肤质 这东西你拿着 不能沾水 那东西轻易进不了你的身 只要你别坐死就行 我连连点头 放心放心 我一定随身携带 对了 那小鬼除了来我这里 还会去哪 还能去哪 谁请的他 他就会去找谁呗 彪子撇了撇嘴 聪明反被聪明误 请神容易送神难 我看他们怎么弄 我心头一动 满脸感激 太感谢你了 兄弟 要不是你 这回我真的要完蛋了 经过彪子这么一折腾 我前世的困境与疑惑 都有了答案 这小鬼应该是通过某种方式 将我的竞标书 原原本本复刻给了陈海星 竞标失败 一次抄袭 这些事情怎么会害得我身败名裂 坠楼身亡 原来是有这个小鬼在背后推波助澜 难怪当时员工们的反应都不太对劲 他们太过激进 仿佛被一双无形的手推着走 原来都是这小鬼弄的 现在小鬼被请走了 该身败名裂 坠楼身亡的 应该轮到那两个人了吧 彪子摆了摆手 我们俩什么关系 不用说那些虚的 哪天有空回老家请我吃饭啊 我忙到 现在就请 这是救命之恩 一顿饭怎么够 请一百顿才行 彪子撇嘴 你有那个钱 不如捐点给我那道观 我那侧电又塌了 师父一直念叨着 让我上哪去找点善捐呢 我心神一动 立马开口道 捐 我现在就捐 五十万够不够 够了够了 二十万就够了 多的不要 多的不要 在我的几番讨价还价下 彪子饱餐了一顿 又揣着我给他提的三十万现金离开 我知道 好戏现在才开场 彪子前脚离开 后脚安之意又来联系我 张天成 你上次竞标 为什么要提交空白标书 欺骗主办方 也欺骗你自己 我对你很失望 我文言 不由冷笑 是吗 难道不是正好碎了你的意吗 张天成 你什么意思 我忙前忙后 在工作最紧张的时候 还千里迢迢地回来关心你 你居然觉得我希望你别参加投标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 安之意语气委屈 张天成 你是不是最近这段时间压力太大了 我能理解我失效 你能理解 那不如你来告诉我 为什么他陈大少爷的标书 跟我的一模一样 我写这份竞标书时 没接触过任何人 除了你 你能给我个合理的解释吗 听到这话 安之意的声音一变 连忙推诿 我没有 你真的疯了 竞标没过 就想把脏水泼到我身上来 呵 你就当我疯了好了 你自己有没有做 自己心里清楚 安之意沉默了一瞬 我觉得你需要冷静几天 这段时间你好好想想吧 想通了再给我打电话 这相当于变相分手 我们两方心智肚明 谁也没有继续纠缠 这次的事算是顺利度过去了 我这边还要忙着去做新的标书 挣钱养活我的员工们 自从那个小鬼离开之后 我的标书越做越顺 连着中了好几个小标 虽然不如当初的城南项目大 但蚊子再小也是肉 有项目就能把公司盘活 算算时间 也该是陈海兴那边爆雷的时候了 果不其然 城南的项目才刚进行到第二期 就有传闻说 聚博集团那边的预算不够了 聚博方正在派人跟主办方联系 希望可以增加一些预算 可主办方给了足足12亿的预算 足够完成三期工程 现在第二期才刚开始 就要求加钱 这样离谱的事 简直是闻所未闻 听说主办方把聚博集团的代表 训了好一顿 竞标不适而戏 当初你们也说了 请了专门的精算师核算过 预算没有问题 我们才把标书交给了你们 你们这样岂不是在输一个坏典型 万一以后的人都像你们这样 报个低价抢标书 后续想加钱就加钱 那我们还有什么竞标的必要 你们聚博要是做不了 就直接撤标 自负盈亏离场 否则我们法院见 主办方的话说得很绝 聚博想再挽回也挽回不了 一时间 行业内也议论纷纷 聚博什么时候干过这样没脸的事情 这陈大少接下来的第一标 就搞成这个样子 可笑当初他还在朋友圈阴扬别人呢 说什么偷子再怎么抄 也替代不了正主 他来了不也就这样 谁稀罕抄他的 是啊 我记得很清楚 当初他说天成公司抄他的创意 可天成公司的老总也去了竞标 人家交上去的却是份空白的答卷 压根没抄 我听工作人员说了 天成是压着最后的时间线交了标书 但是人家有自知之明 觉得玩不成竞标条件 所以才交了份空白的答卷 亏我当初还以为天成真是抄袭巨博的创意呢 结果人家压根就没想竞争 这巨博真会碰瓷 我看巨博这些年也是太顺了 养了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少爷 就是可怜了下面陪他一起受罚的员工哦 也不知道这次到底亏多少钱 肯定亏了不少 不然以巨博的体量 一点小亏咬牙也就咽下去了 现在能拉下老脸来要钱 肯定是很大的亏损 泽泽 真是没想到啊 众人吃瓜吃的开心 我也通过朋友圈的消息 了解到了前因后果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陈海鑫就算在蠢奔如猪 此时也应该发现了不对劲了 巨博大厦 陈海鑫此时正在办公室里乱砸东西发脾气 怎么回事 老子花那么多钱 请你们那么多人回来干活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为什么精算师现在告诉我 还要再追加十个亿 要知道他之前给主办方的报价 也才十二个亿啊 这一下就多出了将近一倍的预算来 换谁来谁能接受得了 老板 精算师只负责核算数据的误差 他并不能够发现方案的漏洞 这有个桥梁建设预算 明显写漏了东西 但这一项就要多出四个一开销 更别说其他杂七杂八的了 陈海鑫怒不可遏 这么大的漏洞 你们一群专业人士居然看不出来 废物 都是废物 现在这钱你让我上哪去套 众人低头 沉默不语 这标书从头到尾都是陈海鑫一个人把持 他刚毕自用 既不征求其他人意见 还在竞标前弄得满城风雨 引起诸多公司不满 现在出了问题 还想拉他们这些员工背锅 真是不讲道理 陈海鑫气得将桌上的东西一扫而空 去 把那个安置意给我叫进来 他妈的 都怪这个女人 当初非跟他吹嘘什么 他男友的做事能力很强 用他男朋友的招标案 绝对能够通过这次竞标 陈海鑫向来以丸固著称 在海外混了几年随便水了个学历 便准备回来一盏身手 继承陈家 但他没有本事独立完成竞标案 又想一名惊人 这才打上了我的主意 可让陈海鑫没想到的是 他居然被安置意那个臭娘们给骗了 我根本就是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 抱着这样的想法 他将安置意臭骂了一顿 你男朋友做的这个狗屎方案 本来利润就少得可怜 现在还要追加十亿预算 老子少说要亏八个亿进去 这就是你推荐的人 你说说怎么办 安置意颤抖着回答 我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有什么用 妈的 老子都要被你害死了 老子的损失你赔得起吗 你现在必须得老子想出解决办法来 不然别怪老子不客气 陈家有的是手段对付你这种女人 听到这话 安置意顿时面色一白 不 不 再给我个机会 我马上弥补 马上弥补 安置意这下是彻底老实了 恨不得当场下跪求原谅 可现在陈海鑫正在气头上 他愤怒地咆哮着 抄起一旁的烟灰缸就往安置意的脑门上扔去 道歉有什么用 现在立刻去找你那个废物男友 让他给老子想个解决办法出来 安置意接接实实地挨了这一下 血液顿时顺着他的额头流下 他不敢反抗 也不敢哭喊 连忙捂着头上的伤口退了出去 再次见到安置意时 他的头包得跟粽子似的 眼底还带着清黑 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怨恨 你是故意的吧 我一脸迷茫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你是故意写了分不合格的竞标文书 对吧 我就知道 肯定是你 你这么聪明 肯定早就发现了我们的行踪 你是故意做了一份有问题的竞标书 好坑害我们的嘛 我摇头 安置意 你到底在说什么 什么叫有问题的竞标书 我的竞标书是空白的 大家都知道有问题啊 我什么都没写啊 够了 你别装傻了 我装什么傻了 你出去问问 行业里谁不知道 我张天成交了一份空白的PPT上去 害得主办方当场勃然大怒将我赶了出去 这是谁不知道 安置意红了眼 咬牙道 你别装了 快把正确的竞标书交出来 你要害死陈海鑫了 现在交出来他还有救 我面色微冷 安置意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你的意思是 陈海鑫的竞标书就是我写的吗 安置意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他现在满脑子都是那八个亿的亏损 这么多钱 哪怕让他从公元前开始打工 他也还不上啊 一想到自己会有现如今的遭遇 全是眼前这个男人的错 安置意就觉得七步打一处来 对 我们是参考了你的招标书 做了分差不多的 但那又怎样 你给我们提供了份错误的文书 害我们产生了八个亿的亏损 这个损失你担得起吗 信不信我们去告你 我笑了 头一次听到这么厚颜无耻的发言 你笑什么 快把正确的文书做出来 我现在就要 安置意不知道竞标内部复杂的流程 他只觉得 如果现在把正确的文书拿去跟主办方好好谈谈的话 兴许还能够挽救 我停住了笑声 定定的看着安置意 安置意 我问你 我身上的小鬼是你吓的吗 听到这话 安置意顿时面色大变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 我是说 你送我的胖娃娃里 有个小鬼这件事 你知道 还是不知道 其实不用他回答 光看他心虚的眼神 我就知道这件事情他铁定之情 而且之前的录音也说明了 安置意至少是知道我被吓了东西的 事到如今 我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 上辈子 安置意帮着陈海星偷走了我的竞标书 换取下半生的荣华富贵 他明知这样会害死我 还是毫不犹豫的做了 眼前这女人看起来貌美如花 实则蛇蝎心肠 果然人不可貌相 安置意慌张道 什么小鬼大鬼的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现在立刻马上把招标书做好给我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把手臂一盘 静静的看着他 你要怎么个不客气法 你知道巨波集团有多大吗 陈海星只需要一声令下 你就会不明不白的死在某个地方 劝你最好识相一点 好啊 那我等着 我反手将安置意推出了门 迅速落了锁 不再听外面的风言风语 安置意气得在门口破口大骂 好半天才离开 而我则是不紧不慢的 将我们刚才的对话视频做了剪辑 发到了网上去 我隐去了些玄妙的东西 只留下了安置意亲口成人抄袭的那部分 这视频一发上网 顿时引爆了舆论 什么情况 怎么这次天成跳出来说巨波抄袭 到底谁抄谁 我都搞晕了 天成不是交了白卷吗 怎么就成巨波抄他的了 你傻啊 巨波都把他的答案交上去了 他在交一份一模一样的 不是上赶着找锤吗 就是 肯定是天成的老板提前察觉到了不对 干脆选择交一份空白的答卷 已是清白 这巨波真恶心 家大业大的 连几个企划人员都请不起吗 非要抄人家小公司的 本来小公司生存处境就难 还要被大公司迫害 太不容易了 他抄了也好 抄了个假的 没看他抄了之后狂亏八个亿码 真该 我要是天成的董事长 我鼻子都要气歪了 生了这么个败家儿子 一下子把天成三个季度的营收都给干进去了 看他们怎么把这窟窿填上 评论里都是看热闹的 陈海星自然也刷到了这个视频 他顿时气急败坏 安置意你个贱人 老子是让你解决问题的 不是让你制造更多问题的 你看你在搞什么 怎么能亲口承认抄了对方的企划案 再开朋友圈 果不其然 已经有人开始到他之前发的那个阴阳怪气的朋友圈下面 一有所指的阴阳他 喽喽 还偷子替代不了正主呢 这是贼喊捉贼啊 我算是见识到了某些人的脸皮厚度了 真是比长城的城砖都要厚 自己抄别人的 还倒打一耙跳出来说别人抄袭自己 也真够牛的 我要是有这个脸皮 还不愁干不成事吗 抄袭哥 没事出来走两步 陈海星气急败坏 直接将所有朋友圈对外屏蔽 可那些看热闹的早已截了图 纷纷传到了网上 一看陈海星之前还做过这样炸裂的发言 网民们瞬间共情了 冤枉你的人才知道你有多冤枉 这男的到底是怎么大言不惭的 说出这样不要脸的话的 我都替他害臊 幸好那份竞标书有问题 他们估计是偷到了某个迭代版本 还没有完全修改好的 居然一次不改也不检查就这么交上去 真是笑死个人了 八个亿亏损了 我做梦都不敢想能亏这么多钱 他爸不得打断他的腿 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当初别起邪心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事实证明 老陈总确实气得差点中风 但是到如今 这个标也不能放弃了 完成这个标 只是亏八个亿 中途放弃 可是要亏掉前期投入的十二个亿的 选择哪个 一目了然 老陈总气得冲到了公司 将陈海星毒打了一顿 并勒令他去工地干活 少来沾家里的生意 陈海星心有不服 一腔怨气全转到了我和安芝毅身上 他一个电话 直接叫人将安芝毅打晕 送出了锅 随后又想在我身上顾忌重施 索性我已经提前给自己放了架 回到了老家 住在了彪子所在的道观里 只等这场风波过去 四四方方的道观 周围景色十分悠然 竹林的阵阵清香传来 沁人心疲 彪子探出头来 叫你吃饭了 怎么不应呢 我这才回过神 冲他笑了笑 有人遭报应了 彪子无所谓的撇了撇嘴 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 世界上最普通不过的事了 没必要往心里去 先修身再修心 过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来 吃饭吧 兴许是从小修到的缘故 彪子变得洒脱了不少 偶尔也能冒出一两句很有哲理的话 但都会被我插课打混带跑偏 连带着这两天 彪子被师父训了好几趟 又归了好几次香 但我依旧乐此不辟 我毕竟是来客 又投了前见偏见 老道士对我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后来听说 陈海星在工地上闲着无聊 非要开工人的铲车玩 他本来就没有驾驶证 一铲子下去 直接挖断了国防光缆 两辆军皮卡直接包围了工地 众目睽睽之下带走了陈海星 破坏正在使用中的国防光缆 天王老子来了 也捞不了陈海星 听说他最后被判了两年半 家里赔了不少钱 才换来的这个轻盘 而他找得下黑手的人 因为在道观附近鬼鬼祟祟 被上来的乡客逮到 直接报警抓了起来 被捕后 那人供出了之前把安之义 拐到境外的事情 连带着牵出了好几个犯罪团伙 最后陈海星系提刑上加刑 判了八年多 巨博集团因为这次的承担竞标 损失惨重 以至于一蹶不振 从此从一线集团调到了末尾 还不如某些新兴的独角兽公司 安之义从此消失无踪 没有人知道他被拐去了哪里 当一切尘埃落定之时 我才告别了彪子 在我的带领下 公司做大做强 很快达到了上市的标准 从此 我的人生一切顺遂 正所谓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全文完